這個是很有名的我們以前衛生署署長 帶領了台大公共衛生系調查的 陳建仁博士調查的 這是他發表的文章 他的結論就是說 台灣的癌症通通集中在西部河川的出口 這個乾癌什麼癌這麼多 通通在河川的出口最多 通通在河川的出口 你看宜蘭、花蓮、台東很少 因為這污染很嚴重 比如說打個比方 我們的大甲溪上面有一個武林農場 黎一山什麼農場 你看每年好幾卡車的農藥 就這樣載上去 農藥就是代曜心 然後噴灑農藥留下來 我曾經統計過 我做醫生30年了 開過的那個大腸癌、直腸癌 大概快要6000例了 我的病人住在大甲溪沿岸的 從黎一山、東四、陀谷、九康癌、荒原 到外面 我有統計過 要500個啊 500個 我一個人開這麼多 我在這個大甲溪沿岸 其中我呢 最年輕的那個14歲的病人 就住在陀谷 土牛這邊 14歲 國中二年級就死了 那 的確在中南部 因為早期中南部 自來水真的沒那麼多啦 都喝著你的水 早期的自來水 不普及 只有城市才有 所以中南部 住在海邊的 的那個癌症 真的很高 大概兩年前 我 我 聽聞到那個 看那個電視 就是民視 民視議員堂 特別去調查 台西美寮這邊的 的那個 情況 發現這邊的癌症 這麼多 他們去訪問 就一條街 一條街 沒有幾戶 十一戶的人 家裡的人得癌症 其中七戶的人 都已經往生了 那訪問那個阿婆 賣鳥那邊的阿婆 他說 也不知道啊 啊 那個風吹這邊 雨下來 我種的那個 青菜就紅了 那個青菜就黃掉了 那除了代曉心以外 還有一些化工的東西 不知不覺在裡面 會污染我們 所謂的三鹿沙 三鹿沙是什麼東西 大家都會碰到 每天要刷牙 要洗臉 要那個 就是所有的 一種抗菌劑 廣泛的加於香皂 牙膏 漱口水 洗手液等等 這些我們的清潔用品 裡面的三鹿沙 三鹿沙是什麼 二鹿本養綠菌 它這個會跟我們自來水的綠 產生那個代曉心就是這個 三鹿沙就是這個 你看一個本 一個羊 也是連本 三個綠 跟這個快要接近了 那個代曉心是兩個本 只差一個羊 所以 三鹿沙跟代曉心會互動的 所以可以的話 自己可以掌握的話 請盡量用天然的 不要用化工的這種 這種 你以為一點點沒關係 又不是吃進去 可不是這樣喔 頭髮 洗頭髮 那從頭皮皮膚吸進去 洗澡 沐浴乳 那個都整個塗在那個 我們的皮膚 皮膚會吸收這個藥品的 那你長期這樣 天天用 黏黏用 這個是很可怕的 三鹿沙 一定要小心 好 除了環境污染以外 我要提到 我們在研究上發現 大腸癌 跟特別的肉類很有關 有兩種肉類 這是英文 這是魚 蠻低的 Portary叫做加禽 積壓 鵝 有兩種肉最可怕 這是英文的 一個叫process meat 叫做加工的肉 一個叫做Red meat 紅肉 發現這兩個肉吃下去不得了 得大腸癌的比例 比其他倍數增加 這個是來自於幾十篇的研究 這個已經發表了 這是真實的事情 那我們就奇怪了 為什麼加工肉 紅肉 怎麼這麼會得癌症呢 我們解釋給大家聽 這個紅肉你這樣烤 直接這樣炭火上烤 加熱煎炸油炸 會產生兩個致癌物 一個叫做多黃芳香氫碳能物 這個是本基標靈 最有名的 Benjiopurine 第二個叫做易環胺 我講一下本基標靈 本基標靈 在早期是18世紀初 在英國倫敦 他們有用生煤把它煉成煤氣 煤氣就供大家使用點燈 結果發現後來這些煤氣工廠的功能都得很多癌症 才發現裡面有這個成分 Benjiopurine 這是Benjiopurine 早期就被曉得是致癌物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香煙 我們抽煙的時候不是燃燒嗎 不是尼古丁喔 那個濾嘴裡面有黑黑的那個東西 煙焦油 含有很高的本基標靈 所以本基標靈這個化物很少就被曉得是致癌物 香煙會產生 還有那個煤焦油會產生 就是薄油啦 鍋麥乾那個 可是大家不曉得 肉類這樣烤也會產生同樣的東西 還有另外一個叫易環胺 我們肉類紅肉 特別有的胺基酸特別高 植物很少喔 就是這兩個 肉就是動物特別高的胺基酸 我們豆類啊什麼也有胺基酸 可是就是沒有這兩個 這兩個很討厭 紅肉 有時是紅肉 裡面有兩個胺基酸特別高 英文叫做L-Phenanin 構造就是這樣一個本 就是這種構造 中文叫做左旋本基丙胺酸 另外一個好像也會變成本 英文叫做Cretin 中文叫做基胺酸 紅肉 羊肉 牛肉 豬肉這種紅肉 裡面這種胺基酸特別高 這兩個胺基酸喔 只要加熱就好 燒烤 炭烤 油炸 流一煎 就會產生這個東西 Aminoiminidazole 英文簡稱PHIP FIP 構造就是這樣 就是這兩個胺基酸 你只要加熱就變成這個樣子 這個很可怕 這個叫做易環胺 這個會致癌的 這個會產生肝癌 會產生乳癌 會產生大腸癌 什麼癌都會 那你就把它吃進去了 那 這是我們醫學的研究 我們就來實驗吧 烤牛排 烤羊排 烤豬排 所以把它換算大概 你吃一公斤的烤牛排 大概等於 同時吸了六百隻 本雞標靈 一隻烤雞腿就是八十隻 你這樣吃下去 不得癌症才怪 所以說 你看這個烤雞 我常常這樣講 麥當勞也滴滴賣 啃大雞繼續啃 我們的大廠還開不完 真的是這樣 這個 這種燒烤的問題很嚴重 另外 除了肉類以外 我們植物也會 澱粉你把它高溫油炸 也會變性 產生一種 丙烯胺激化物 英文叫acrylamide 像一包炸薯片 含有的丙烯胺 很高丙烯胺 所以你假如 小心一下 你去美國超級市場 買那個桶裝的薯片 你注意看 它會列出 acrylamide的那個幾ppm 丙烯胺 盡量可以的話 不要炸啦 不要炸 不要烤 再來這是很可怕的 加工的肉 因為肉類要保存 像這個是火腿嘛 這是哈姆 香腸 像這個火腿 可以掉很久都不會壞 我常常稱這個是 豬的木乃伊 豬的木乃伊 他們加了什麼 防腐劑 這是豬的木乃伊 加了酵酸原 為什麼要加酵酸原 保鮮而已 細菌都沒有辦法讓它腐敗 特別在香腸 腊肉火腿加了好多 那這個很可怕的 這個化物 酵酸原 跑到我們大腸裡面 那個腸道菌 會把它代謝成一個很可怕的東西 叫做蛋雅酵基化物 英文叫做N 耐酌酵胖 這個是比戴奧薪最毒的 目前是最毒的 我們一些 做動物實驗 讓動物得癌症 都用這個把它弄成癌症 除了人類以外 動物也會得癌症 這個雅酵基化物 這個最可怕 這個都已經事實了 那我的那個14歲的小朋友 死於大腸癌 就是吃香腸 因為他小學嘛 開始吃 下課就在學校門口 有那個 以前 早期有那個 那個蛋豬有沒有 那贏了就 牙籤插一個香腸就吃了 他天天吃啊 14歲死於大腸癌 那關於這種小孩 小朋友 怎麼會死於大人的癌症呢 真的是 當然是基因的關係 最重要是 吃了太多致癌物 包括我們台中農種 最年輕的乳癌患者 死亡 12歲 住在彰化 也是因為 從小就吃那個 麥當勞 因為 父母都在外工作 阿嬤搓 天天為了安撫 每天就這樣吃 從小吃到大 12歲 乳癌化作 死亡 很可怕 就是這些東西 請大家不要吃 不過大家注意看 已經 特別廣告 它不加下宣言 可是怎麼防我 我都不知道 香腸 臘肉 像這肉酥 講到肉酥 我要講一個故事 我的同班同學 目前是長根醫學大學的教授 就是臨口長根也是做我這一科的 他曾經調查 臨口長根大腸直腸癌 病人的食物調查 幾百樣就是這樣問卷 然後去電腦跑 結果 臨口長根的大腸直腸癌 病人裡面 吃的第一名 最多的食物叫做肉酥 肉酥 為什麼最多 我跟你講 英文叫做肉的粉 裡面這樣燒烤 你看每個表面積 沾染了多少的抑環胺 致癌物 這些很可怕 這個不能吃 不信的話 我給你看 我真的去超級市場 拿一包來看 這是牛肉乾 雅酵酸甲 雖然很少 0.77 百分之0.07 可是還是有啊 乙二西酸都有 再來買一包 雅酵酸原 這是牛肉乾 雅酵酸原 每個都有加 因為保值180點 半年不會壞 保證不會壞 可怕 這個請不要吃喔 這個真的很可怕